马路边明明画红线 一辆轿车大啦啦的停在山坡路边 仔细看居然用工具抬高车身 现在是荷欢山杜鹃花盛开的季节 每天吸引不少游客上山赏花 结果23号台14甲线34.9公里处 也就是往荷欢山途中经过的客难关 全部都画红线 却有一辆车这样停 让大家看傻眼 虽然远离路面 但是这段山路沿线是画设 禁止临停的红线 所以我们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法条例 第56条一项第四款 在7点及12点联系举发两次 而驾驶又举高金属电高轮胎 避免停在山坡底盘受损 照片曝光也引发讨论 不少民众直说为了围停实在太专业 他这个停车方式应该是底盘太低了 然后他经过在路源时 应该会撞到他的底盘 所以他才特地准备了 那个驾车器把车子驾起来 汽车厂人员研判 民众应该是自己找人打造 而围停驾驶多次被目睹 背相机应该是摄影爱好者 特地来拍山杜鹃 停车场附近旅客多 花矿不佳 有可能才会冒着被开单的风险 停在画红线的地方 下场是被连续开单 荷包损失1800元 TVN新闻高志宏 廖子盼 花莲采访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